嘿大家好 欢迎回来这个关于 对确被动收入和投资的频道 我是Kalina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来聊一聊 Earning 那到底要如何去判断 有很多小伙伴不能每天每天 都在那边Screen Time去盯盘 但是呢 你也想去做这个日内交易赚钱 其实呢 日内交易的时间呢 并不是说你开盘 一定要坐在那边 或者收盘 你也一定要坐在那边 才是真正的交易员 我觉得完全不是 其实呢 在交易中 这个交易的时间 是取决了你交易的战略 我有很多小伙伴 他完全都是 比较喜欢交易一些外国的股票 比如说像这个中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等的这些国家 那那些国家的时间呢 基本是亚洲时间嘛 对吧 那其实亚洲时间 对于美国来说 是半夜的一点钟 也就是这个market 刚刚开市 也是在这个纽约时间 大概是凌晨的四点钟左右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在洛杉矶 那就是半夜的一点钟 还要不要睡觉啊 那有的人就是夜猫子 不想睡觉 他就抓住了这个时间 只做一些ADR 也就是这些外国的股票 对吧 那他们也在这个地方呢 找到了他非常好的一定的收益 那有的人呢 只做这个pre market 也就是说在开盘的 大概是三个小时左右 那之后呢 他就不做了 这种选择呢 其实都有他自己的原因 所以不管你做什么样的时间 和什么样的方法 那最重要的就是 找到你自己的战略 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才是最重要的 那今天呢 我是 其实是今天早盘的时候 我没有起来特别的早 今天因为我看了一下pre market 把所有的watch list 看了一遍 觉得非常的choppy 我就不想交易了 然后呢 之后呢 我就觉得说 今天coinbase是earning 那coinbase呢 其实我是从他一IPO之后 就一直有在关注的一只股票 一直在做option 反正就是反反复复 当然说有赔又赚 但是呢 赚的是90%左右 赔的是10%左右 那基本上那个coinbase呢 我知道他的earning 我基本上回去看了一下 整体一年这个四次 这个earning每一次 这个对这个股价的一些反应 那看了这个去年的情况 基本上是 四次可能有两次好 有两次不好 那今年呢 这个今年我是讲是2023年了 我们在报这个去年12月份的那一期嘛 所以呢 看前几个呢 是一二呢 也不是特别的好 那三次呢 看起来他只要是这个BIT他的earning的话 他就有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跳跃 所以呢 我最近呢 这个BTC大家也都知道是昨天到了五万一 今天是到了五万二 所以呢 我对这个整体的其实这个crypto的市场啊 也是比较看好的 虽然我个人没有投资这个 但是你却可以投资相关的这个ETF啊 或者像这种Mera 或者是这种 Homebase啊等等这样的股票 其实也可以嘛 那我就是觉得说今天的整体的市场太无聊了 所以我才去这个去赌的这个earning 那呃 其实我进去的价格可以给大家看 并不是特别的好 我是168块钱进去的 那然后呢 结果是我觉得 然后整体是这个都是Lower High 然后今天也没有特别特别大的这个变动 那结果呢 在尾盘的时候 Market一close 然后呢 这个Coinbase就开始起飞了 那在aftermarket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做交易了 因为呢 我不想等到明天 为什么 因为day trader 就是day trade 我就想今天获利了解 那交易的这个一股呢 是赚20美金 是不是特别的像 在什么样的股票上面 特别是像这种large cap 基本是比较少啦 那最近呢 很多large cap当天的浮动 前两天像那个arm 然后呢 今天呢 有很多涨了100块钱的这些股票 所以呢 也不是说这个large cap 就是不能涨这么多的 所以一般来说 我会看一些像这个small cap 和这个penny stock 然后呢 如果他们今天动静 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我就会比较积极的去找 一些我觉得会有变动的 当然呢 这个其实有一个骨感和这个交易的这个呃 经验和你的胆量也是有关系的 所以今天就一开盘的时候比较稳妥的 也不算稳妥吧 168也不便宜嘛 有这个有没有bying power 你敢不敢hold住 因为我就笃定他说 一定我觉得今天是ok的 没有问题了 所以呢 我才敢赌这个东西 所以早上操作了 买了一下就放在那边 看都没看 然后呢 我就想着今天啊 这个洛杉矶时间下午一点钟之后 然后呢 直接就把它卖掉 然后刚刚呢 就把它卖掉 可以大家看一下188块钱卖的 那也算是卖在了比较高点 因为aftermarket最高是190块 现在还在盘中 我看一下 现在是186块 所以我办了188块 很开心啊 所以就稳稳的 今天这个没怎么操作 赚了6000块 然后 其实做日内交易吧 这个风险管控很重要 但是呢 我觉得有的时候 你的策略 你的胆量 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不要给自己一个 这个叫什么 借口说 哎呀 我没有时间去交易 这个时间起太早 或怎么样 其实是做美股交易 什么时间都可以 你可以从早上 这个像我四点半开始 或到洛杉矶的时间 晚上五点钟开始 你也可以选择 其中的一些 你觉得OK的时间呢 那你觉得说 你没有时间在那边盯盘 你不想去这个做股票 你也可以去做这个option呢 所以我觉得赚钱并不是一种方法 但是呢 work smart就是聪明一点的去工作 是最重要的 那其实呢 我们的学校是在 就是在组合了一些比较精明 比较聪明的方法去这个传授给大家 并不是说 哦把这个东西学完了 然后呢 你就要这个自己这个去交易等等 当然呢 我发现哈 问题越多的学生呢 其实呢 他进步的就非常非常的快 那当然呢 像我以前学习的时候呢 我今天基本上就是抓到老师的话 我可以问一个钟头 然后呢 我当然我会把我所有的东西 我的问题都写下来 我也是很认真的去这个交易 肯认真的去复盘 每天交易之后呢 都会写下自己的当天的一个 这个心理旅程吧 所以呢 呃 建议现在刚开始做日内交易的小伙伴 一定呢 现在这个情况下去记录你自己的交易 像今天我去赌这个earning的情况下吧 那如果你以前是没有赌过 或者是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 然后也不知道这个股票是什么样的 你连个依据都没有对吧 那所以在你有依据的情况下呢 你就非常的有信心 其实今天168买进去的时候 后来就跌成163 我想说看都没看 我就是 我就是觉得他今天就一定会 这个earning很不错 然后其实我也做了这个stop loss 160块钱的这个 这个自动的stop loss 他没有跌到那个地方 所以呢 在做任何交易的时候呢 再次提醒大家 你要有你自己的这个风险管控 然后呢 当然你要有一个这个出来的计划 有些就是你在什么样的点去止盈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为什么今天我选择了188块 因为他以前的最高是187.95 我就觉得今天他一定会突破 但是我不觉得他会突破太多 在aftermarket 当然明天 我相信还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突破 但是明天我还可以选择其他的股票吧 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一个人杠到底 跟一家公司使抗到底的感觉呢 所以做任内交易呢 不会 我不会只亲爱一个公司 也不会紧紧的抱住一个股票 forever 这就是日内交易的这个应有的一个心态 好 这个呢 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关于earning的一些information 希望呢 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如果对我们日内交易学校感兴趣的话 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小红书的群 然后呢我们有特意的这个客服 或者是任何视频的描述栏下边呢 也都会告诉你是怎么样了 这个进入学校等等 那喜欢这样内容的小伙伴 不要忘记帮我们订阅 评论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